怎么样 大家觉得我现在待的地方美不美 还可以吧 美港温哥华最贵的地段 然后大家看到我这边 停了非常多的船屋 大家可能会想说买艘船能多少钱 没错 买船确实不怎么贵 但是想停在这里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贵 然后我们周边所有的设施 所有的景色都会非常的漂亮 那今天没错 就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身后的这栋 无敌海景的楼 如果后面的海景它是第二名 那我相信没有人敢说自己的景色 是第一名 那么这个房子它是属于一个subpan house 那它不说别的 就拥有五个车位 我就问大家有没有见过 哪一个unit有五个车位的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个无敌海景的公寓房 到底长什么样 走起 Rena看到这个风景 我就觉得已经无敌了 真的是无敌了 是不是可以说这个景色就是整个温哥华最好的一个view了 对的 那温哥华大家说到温哥华大家想到的就是斯坦利公园 还有我们这个Core Harbor的这个风景 那你看我们这个房子从那边最远你可以看到Burnaby 然后到这边午饭酒店 然后我们的这个C bus 还有这楼下这个最有名的像Cardero餐厅Core Harbor Sea War 然后这样一路的看呢 我们可以看到那边呢 就是北温的山 西温的山 包括我们的湿门大桥 然后再到我们餐厅这边呢 你是可以直接看到Stanley Park 这基本上是一个180度的大景观了 对对对 再加上卧室其实270度都是有的 对的对的 很多船屋 大家看到那边吗 Stanley Park 像瑞娜说的 然后下边就是这种C walk 就是所谓的沿海的这种路吧 就是这么翻译吧 对就是相当于大家散步的话 就平时最爱来的应该就是逛这里 那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喜欢买在这里 你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楼下就是这个C walk 所以说这周围也是不可能再盖什么更高的楼起来了 这个楼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前瞻性 到目前为止应该也是没有后来者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 这个楼呢 它是本身的这一批呢 Cardero加Bayshore这一批的最早建的楼之一 所以说那房子盖得早的话 它所占的位置一般都来讲是最好的 对对 所以说这个房子我们所看到的这个view就已经是 我觉得在Cow Harbor地区你能看到的最好的 最好的view了 这是为什么Cow Harbor就是因为有这样的view 所以它是在整个大温地区来讲的话 持价永远都是最高的 最高的 哇真是太赞了 而且它的建商也是非常好 就是Richmond的那个Rivergreen就是他们盖的吗 对对对对 非常了不起的建商 对都是香港的兴空机开发商 所以说这方面来讲的话 就是格局啊风水啊都是按照我们华人所喜欢的 这个去盖的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像我们这个listing的话 它一共是2000多尺 这么大的客厅加餐厅加厨房在公寓里面是非常少见的 绝对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非常的棒 对那接下来你可以自由的活动一下看一下房间 然后也可以看一下房间里面 好的好的 不识庐山这面墓只原生在此山中 我们现在就在山里面看一看哈 大家看到这个锁都是非常高级的 我基本没有见过你看这边指纹密码 然后这边的开的门把手啊非常的非常的阔绰啊 一进来顿时让你感觉富丽弹簧 最大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你看它整个这个玄关这边用的也是钢琴的这种亮漆 看上去很高端整个玄关啊天原地方的感觉这边是一个圆嘛 然后又有四分之一的圆在这边加在一起就是一个整个的圆 然后加一些金色的装饰物会使得啊 这个房子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这个就是厨房这边啊 大家看到这边哈你以为是个酒柜吗 其实它只是一个放杯子的地方啊 你可以往这里面放各种全世界各个地方非常有特色的杯子 我就问大家认不认性吧 我就觉得哈这个非常适合酒鬼们啊 摆很多杯子在这边 再有呢就是我们能看到它整个厨房餐厅客厅在这边是最朝北的风景非常好 刚才跟Rena也跟大家讲了半天这边哈 那么我们能看到哈一样一样说 首先客厅它的这个位置啊就很好 你坐在这边之后呢你往北边看山 你看那个心情是什么心情是吧 然后它整个的客厅呢又非常的方正 整体的感觉呢就非常的好 然后这边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的豪宅的标配呢 豪宅的公寓标配呢都是必须要有壁炉的哈 在这边妥妥的C位出道 然后上面放了一个帆船 一帆风顺的寓意把我想 然后我们来到这边啊 有点像吧台的这么一个早餐区哈 可以在这边喝个嚼酒啊聊聊天呢 然后看看电脑啊 这边呢就是一个中导了 中导这边用的也是白色的这个 橱柜面的这种啊 很漂亮和它的这种亮漆在这边看 然后我们看这边啊一共是五件套 所有的五件套都是米勒的 咖啡机 微波炉 冰箱 还有酒柜 而且酒柜还不是那种小的酒柜啊 是整个一个大大的酒柜在这边啊 全都是米勒的 非常的棒 不愧是两千多尺的豪宅海景公寓啊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U型的厨房 这个洗板机啊 炉灶啊 然后这个烤箱啊 还有这个抽烟机一应俱全 所有的橱柜也都是到 基本上快到顶了 这种比较大的 哎 橱柜非常的好 然后再看一下它的这个房间墙 很漂亮这种 有一种不同色彩的感觉啊 很漂亮 好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房间吧 我相信大家呢一定会感到非常的震惊的啊 但是我们说房间之前大家也看到啊 它呢 因为它是最靠北边了 然后它整个的一个天原地方的一个概念呢 就会让它这边的风水很好 然后它每边呢有一个小小的 每边有个阳台啊 就是有这种风水上来说啊 就是比较聚材吧 那具体怎么说我也不太懂啊 所以我们如果站在央台上也能整个看到那边的 然后同样啊对称的在那边的阳台呢 就能看到啊 北拿比岩那边 东西各一边啊非常的棒 好 主卧我们过来之后呢 大家能看到哈这个风景依然独好哈 这边呢我们能看到东边升起的太阳 同时我们能看到北边的群山 以及这些船屋啊 可能起来之后要看一眼 诶 我的船是不是还在 诶 不知道为什么会担心这个哈 这个好像我下面有很多船的感觉一样啊 然后我们踩这边放一个king size的床 大小已经已经不重要了是吧 随便 然后这边的洗手间呢 呃 也是非常的棒 大家要记着哈 这是25年的房子哈 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建成了房子 双洗手池 其实一点也不出现代现代的这种当代的风格 而且大家看到这边也是有灯条可以亮起来让你化妆 再有呢就是制装马桶放在这边 然后一个大大的按摩浴缸 大家可能会想了淋浴间在哪呢 在这边 一个封闭式的淋浴间 而且大家看到哈 这淋浴间上面直接给你镶在了屋顶上了 非常的棒 有没有 然后这个手持了也是硬俱全哈 这个就是主卧的卫生间 非常的震撼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一个 呃 这个衣帽间了 衣帽间这边呢 柜子呢 呃 都是打得好好的 在这边 OK 空间非常的够 而且可以放各种东西 然后把它关上门之后呢 就隐私性就会非常的好嘛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去看看剩余的两个房间啊 这个房子呢 一共有三个房间哈 剩下的两个房间呢 其实是共用这个洗手间的 跟刚才我们看那个洗手间呢 它的设计语言呢 基本上是一致的 那么我们能看到所有的房间 它都用的这种 啊 木地板呢 是整个throughout 整个floor 所以就显得非常的高端 大气上档次 那这边呢 看到的就是 夕阳的余晖啊 映衬着师门桥 上上下下的那个 白茫的街道远处 眺望一下 星矿神怡 对吧 喝一点小酒 看看夕阳西下的感觉 第二个房间哈 第三个房间呢 在这边哈 同样啊 跟刚才也是差不多啊 我就不跟大家 介绍太多了哈 看了一圈呢 我相信大家呢 已经对这个房子 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了 其实我可以讲更多的细节 但是我觉得 面对这样的风景 可能再多的语言也无法形容 所以今天呢 就简单的跟大家聊这么多 我觉得但凡大家想要住一个 大平层 想要看到无敌的海景 又或者还是想要送去西温上学 在这样的一个 当趟的 北温的小尖上面的 这么一个地方 我觉得会相当的适合大家 平时出行或者上学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这样的房子呢 不妨跟我联系 我可以带大家来好好的看一看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节生日卡房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拜拜